宣化上人 拜佛时念这几句祭颂 感应道交不可思议 我们拜佛的时候 必须要恭恭敬敬 不可以东看看 西看看 前望望 后望望 不可以这样 你这样 那就是没有诚心 没有专一 你拜佛就一心拜佛 持咒就一心持咒 好像我们在佛堂这拜佛 送咒的时候 不要听见楼上有一个什么声音 心就跑到楼上去了 楼下有一个声音 又跑到楼下来了 街上有一个声音 心又跑到街上去了 门有一个声音 心就跑到门那儿去了 不可以这样跑 不要管闲事 因为你拜佛比什么都重要 你诵经 持咒也比什么都重要 除非特别叫你管理事情 你再去管理事情 没有叫你管理事情 你不要管闲事 这样子你就能专一 这才是真正的供养佛 真正的礼拜佛 真正的专一 就是用一个心来拜佛 来诵经 持咒 才能有感应道教的力量 所以各位说 我拜了这么多佛 念了这么多经 持了这么多咒 我修行了这么多年 一点什么成就都没有 你想要成就什么 你在那拜佛 尽打妄想 尽想如飞飞 一边拜佛 一边打妄想 一边管闲事 这怎么会有感应 所以修道必须要专一其心 我以前对你们说过 我读书的时候 在我的旁边或者有打鼓 打钟的 都不能扰乱我 我不被这个钟声 鼓声所转 能专心致志来读书 那么说 这钟鼓的声音 我是不是听不见呢 不是的 也听得见 但是就不被这种声音摇动读书的心 我们现在拜佛 也应该这样 一心拜佛 不被其他的闲杂声摇动我们的心 文书菩萨的礼佛观想计 拜佛的时候 应该念这几句祭颂 能理所理性空计 感应道交难思逸 我此道场如地珠 诸佛菩萨引现中 我身引现诸佛前 头面皆足归命理 能理所理性空计 能理就是指我们 我们现在是一个能理拜诸佛的众生 我们所理拜的就是十方诸佛 我这个能理拜的众生和我所理的十方诸佛 这两种都是空计的 那么说 空的就不要理罗 既然空 还要理他做什么 不错 本性是空的 无为是空的 但是你想要证的无为法 先要从有为上做起 所以 你没有证到 空计这种空理的时候 不可以说 既然空 我也不要理佛了 佛也不要受我的理 这本来都是空的吗 本来都是空的 这是真空 但是 你要从妙有上着手 你要理拜 所以这叫能理所理性空计 感应道交难思议 虽然性空计 但是中间可有一种感应 这感应道交是不可思议的 你这理佛 佛受你的礼 你增加你的福慧 这是感应道交难思议 我此道场如地珠 我这道场就好像地势天的宝珠 这宝珠 什么都会献出来 诸佛菩萨影献中 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法身的影 都会在这宝珠献出来 我身影献诸佛前 我现在 在这拜佛 我这身形 这个影就献到十方诸佛的面前 所以 你供养一佛 也就是供养一切佛了 你供养一切佛 也就是供养一佛 那么我的身体和诸佛的身体 都互相在这宝珠献出来 头面接足归命里 我的头面和手都接到佛足上 我一心归命顶礼 在拜佛的时候 要诚心诚意来念这几句祭诵 你拜哪一尊佛 就加上哪一尊佛的名字 譬如我拜释迦牟尼佛 就说 释迦如来影献中 我身影献世家前 头面接足归命里 你若拜观音呢 就说 观音菩萨影献中 我身影献观音前 头面接足归命里 在拜佛的时候 你若能专一其心 那个感应道交就不可思议 所以 无论哪一位在念佛时 就要像一个念佛的 不要各处看 无论哪里有动静 有声音 都不需要管他 就是不管闲事 那么念佛时要专一 拜佛时要专一 供养佛时要专一 你诵经的时候也要专一 持咒的时候更要专一 所以 我们这儿诵经持咒 旁边有什么声音 我们都不知道 那就是得到持咒三昧了 你说这么多年 也没有得到什么感应 你在那儿尽打妄想 怎么会有感应 你给你误会 请多多多一张 我给你带佛时要专一桃 你别乱命 你看 我这些 你再来